我一直强调说 因为他过去生一只行菩萨 弘扬过很多法人 其中有一个就是 生生世世他弘扬法华经 所以他的功德力呢 比别更快地成佛 可见法华经的功德力是很大 在中国大乘佛法里面呢 是媲美华严经跟波尔经的 这三部经都称为经中之王 我在讲里面 华严 法华跟摩克波尔波罗尼经 都叫经中之王 接下来再看下一页 五十三页第二十七行 无数登山 无数的众生 揭发阿诺多罗三秒三佛提心 富有向八世界维持数的众生 真正发起清净的 为了利益众生 而成就无上的佛道 这叫阿诺多罗三秒三佛提心 所以福提心是整个半寸佛法跟金刚寸佛法的关键 接下来再看五十四页 几三锐表原意 请看经文 佛当说是所有 萨摩菩萨得到无量的法会利益的时候 这时候虚空中落相玉曼陀罗花 这里玉当作动词相语的意思 花像相语一般 就像这几天 新加坡以后都会当母后的一件雨 花像玉曼陀罗花 就是过英字 落下动词 然后摩河曼陀罗花 以善无量的百千万亿呢 众贵的宝树 狮子座上都有无量无变的诸佛 在花花柜上呢 佛三变祭祖 事实上是有无量无变的诸佛 我坐在虚空当中听释迦摩尼佛讲法法经 接下来并打开多宝佛塔七宝塔 狮子释迦摩尼佛 狮子座上释迦摩尼佛 以及九灭度多宝无来 供养释迦摩尼佛 现在佛 也供养多宝佛 也供养一切的余罪大众 菩萨以及天龙八部 在家诸佳四部宋 所以当一读古门品还记得吗 古门品二是观世音菩萨 吴敬义菩萨要供养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说不要 释迦摩尼佛罗里 应该接受吴敬义菩萨的供养 后来观世音菩萨就接受了 吴敬义的身上的主人 音乐向法尊音乐供养 佛呢 观世音菩萨拿了以后 不是放在佛带里 他拿了以后呢 分两分 一分够什么 释迦迪佛 一分够什么 佛法佛塔 所以各位 因为你读我们品 所以你今天才会听到法华经 听到法华经 你在发愿 从前面第一笔开始念吧 你的心量会更广大五边的 当然有些品比较长 慢慢念 有些品比较短 你一边念一品两品 或是你实在没办法 念法华五品也很好 所以慢慢来 所以你都读整个法华经的话 你的心量会广大的缘着 单单读我们品不是不好 非常非常好 对不对 但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所以大悲愿心 对不对 求男孩和女孩 求… 求… 对不对 对不对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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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男孩和女孩 对不对 正如你求的一个是佛教徒 要向好庄严的 你应该会很懂 吧 正如你生的一个孩子 是troublemaker 的话 哎呀 我看你在这边也会很痛痛的 甚至你也可以发愿 拜观世音菩萨 送来的孩子是佛教徒 可以 没问题 你可以满你的愿望 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 会从世间的孩子 求健康求长寿 对不对 满你的愿望 答案是什么 无上的佛道 是要靠自己修来的 你现在随关不上满你的愿望 那请问 你哪是我满过众生的愿望呢 你对你周围的左右邻居 关心过人家吗 你对你的佛友曾经关心过别人吗 所以慈悲 不是嘴巴讲讲的 应该去实践吧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经文 细细细维的沾谈香 沉水香 好 在五十四页第六行 在虚空中 由古天古自然而明 唯妙的声音非常的深远 而且又像各种百千万亿的天衣 这里的天衣呢 我们一般会比较少见 在西藏见面的时候叫哈达 我们要看到白色的哈达 金色的哈达 这是代表供养哈达 将来会成就天人的天衣 而我们现在呢 比较少拿衣服去供养佛菩萨 大部分只有你们在佛堂里的象征 这个真正的拿衣服呢 应该去呢 在西藏的佛像里面呢 是同流经的 它会给佛穿袈裟 好像沐迪加里 还有一个 真正的衣应该布施给一切的众生 贫苦的众生 比如说 虽然我是佛教徒 但是我公开很赞叹 联合国世界的所谓的同时自会 或联合国世界的世界展望会 因为我上网查过 你知道吗 基督教天主教 一年就八百万的孤儿跟孩子啊 所以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 师父没有比较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要想 我们佛教主讲慈悲 可是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小时候 也不是基督教天主教的 牧师神不教了呢 当时台湾因为佛话 并不很兴臣 我是大尊时代时候 才会遇到佛话 可是当基督教天主教的 他在上帝面前发愿以后 他连South Africa 他都会愿意去哪 请问各位 你们在这里发愿 有一天 有你们的师父 派某某脸有去 南非你要去吗 我看你们都不愿意去 哦 师父 I'm sorry I'm not working here Sorry I have a parent to take care 师父 I have many many things to Singapore 其实佛教主主要讲是一个做 我觉得理想和事实 直接有很大的差距 那你看看基督教跟主教 他在新加坡的新社 在全世界都有新社 为什么 第一 他先建医院救人 第二 建学校 教学生 第三 他建教堂 才传教 在台湾也是这样 单随马基医院 这是基督教 和天主教的牧师建党 到现在我们还纪念他 他救过这一区的人非常的多 那请问我们佛教徒呢 我们除了诵经念佛 打坐很重要 我们对这个社会 我们对众生 我们做了多少呢 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要想一想 师父讲这个例子 没有要责备各位的意思 我没有这个恶念 我只是想告诉你说 我们佛教徒讲 慈悲也会讲 做呢 有时候我们对旁边的人 明真暗斗 勾心斗角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做 跟实践当中 所说跟所做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当然我也不因为说 我们一定要跟基督教 天主教比喻 比他们好 才叫佛法兴盛 我也没有这么说 只是说 我们应该要很反省一下 对不对 我们很在乎我们放生 今天放了几条鱼 可是对于呢 孤儿宴 养老院 育幼院 老人 还有很多妇女 有暴力家庭 性侵犯 很多很多的人 我们都默不关心吧 是不是呢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要好好反省一下 所以这里讲 遇天衣 你不用拿衣服 去问佛武萨 衣服 我们知道他穿的 比你更庄严的 你看大部分是一菩萨 清净庄严的 皆修的 把这个衣服 拿去救贫穷的人 不识别可怜的人 然后呢 回向一切众生 这是这个意思 垂诸阴落 真诸阴落 摩尼诸阴落 如意诸阴落 骗于九方 是表示阴落 是最为珍贵的 像项链和环 拿供养佛武萨 而且骗满九方 重香香炉烧无价的香 自然骗共一切佛法身 以及余慧大众 接下来 上至一切的佛 有一切佛 弄得传方宝贷 在次第而上 从人间一直到天上的大幻天 所有的众生 都在听佛讲妙法严话经理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假如以多媒体动画来讲的话 那这个 法会是非常非常高观的 世俗菩萨以为妙的音声 歌颂无量的赞颂 赞叹释迦牟尼佛 也赞叹多往无来 好 寄送到这里 本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接下来又是寄送 所以请各位翻过来 再翻开到 请翻开到第五十七页 刘空芬 好 寄送吉里这篇图 刘空芬就是当妙法严花经 长得很殊胜 佛讲了这个 如来受量以后 佛都会很慈悲地说 请问在座哪位大菩萨 要站起来荣扬 其实刚开始佛讲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 因为法华经太殊胜了 等到多宝伯塔出现了 甚至佛呢 在灵命中前 灵救山破例 为僧文中 阿罗汉开始寄 以前佛呢都是为菩萨寄 比如说梅勒菩萨 文朱菩萨 观音菩萨 虚空藏菩萨 除盖藏菩萨 就是八大菩萨 都是大菩萨 跟他受吉将来会成佛 可是阿罗汉就想 哎呀佛都会要受吉 可能我们有份了 可是在《法华经》里面 后半个会特别的是什么 连邦南人者也会成佛 迦上人者也会成佛 连佛的这个太坦 耶稣佛罗也站起来 佛都讲别人了 我会不会成佛 佛说你也会成佛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 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兴奋 这时候佛就问 谁愿意要弘扬妙法和华经 所以每个大菩萨都站起来 佛当你灭度以后 我会在他妈无量的世界 千万一化身 然后倒入弘扬妙法和华经 讲法和华经 应法和华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湾有很多的法师都弘扬妙法和华经 取一个例子 慈激功德为正言法师 就是弘扬妙法和华经的 了解吗 所以佛华经的功德力是很大的 慈激 慈激功德 正言法师 他就是弘扬妙法和华经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慈激全球的力量那么大 当然这也是三宝的力量 也是弘扬妙法和华经 也是弘扬妙法和华经的功德 也是多宝如来的僵持 也是多宝如来的僵持 所以 这也是弘扬妙法和华经的功德 因为我是栽入奖 所以请各位不好意思 跳回二十九页 你可以看到 不看 慢慢地 全部会在 请看二十九页 二十九页 第十五页 有看到吗 悟一 明 现在 四页 现 就是这一身 開出的moment 有四种方法可以修妙法和华经 和四个 謹一 疑念 性解 有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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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接下来再翻过来 三十一页 第十一行 謹二 謹其延续 再来 同一页 第十三行 几三 十五行 几四 有没有 请把文化圆圈 这是科判 请做个记号 这就是四种修行方法 请看看这篇 就是说 你怎么去修妙法和华经 第一个 一念性解 trust and comprehension by the one-mindful 能力 就是你要一念真心 一念计 修妇法和华经 任何一点都可以 台湾 有多佬佛陀 不世之 他妙法和华经 一个字一个拜 拜到中国经历 一打开 从现实的例子 真的 师父在这些法座 我觉得很大忘语 是真的 他很虔诚的 一念真心 完全的相信 的了解 那有一个人也问我说 师父我念的时候 并不懂意思 那我怎么会懂 他的功德呢 答案第一 念的时候不需要 念的时候像不影带的清洁带一样 像西菲尔 时候肮脏了 你就一直念 佛仁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声 佛仁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菌皆空 念的时候不要去知道它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经文有无量的义 它不像你现在受教育 佛仁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求生 不是这样求的 你念的时候 like the CD cleaner 就是clean your negative thought 跟 negative mind or memory 念的时候你不用讲它的意思 但是你听经的时候你可以专心听 比如现在我跟你讲解 你就是第二个 己恶解其缘趣 totally comprehending the speech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and then they perform the meaning 听经的时候你可以专心听 听经的时候也不要假装言 像禅作一样 听经就是听经 不是禅修 了解吗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跟你世间受的教育不一样 那你会说很无聊 不会 请问各位 当你晚年的时候你喜欢唱什么歌 和日的君带来啦 或绿岛响夜语法 现在年轻人可能听周杰文或张会妹的歌 你喜欢听那个walk back 你可以从早一直听听到晚上去听一首歌 你不会觉得无聊 答案的similarly 伏法是这样 你从不一直念不学习愿病 或从不一直念法发经 你不会觉得无聊 为什么 this is one kind of purification 是进化的功能 所以念的时候你不要懂它的意思 注意听 因为念的时候不懂它的意思 最后你升起智慧的时候 your mind is like becoming the fountain the fountain 温泉或是泵泉 fountain sorry, fountain fountain of the water 对不起,师傅念语言语言语 谁念语言语言语 fountain of fountain 就像泉水一样 你意思会自己体会 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 智慧是从内心里来 所以第一个方法是 营业信节 虔诚的相信礼拜了解 第二个方法 你听经文法 可以解其延续 第三个呢 可能是新加坡也要最喜欢的 请看 文词供养 correctly listening the this doctrine and practicing on this sutta as well as offering sincere to this sutta 意思说 哎呀,法华金太殊胜了 太多了 跟着我供在佛山上 拜三拜吧 可以,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可以 你就把法华金当佛像一样 很恭敬地放在佛桌上 然后早晚拜三拜 这叫做文池供养 这是最简单的简单的方法 Lent attending the visualization successfully 就是你必须要观想 要经文能背 而且叫随文入观 智者大师 就是这四种都修 而且他可以达到第四个阶段 他可以在念经文的时候 边念而且观想随文入观 然后就入定 回到灵旧山上 所以这个要有经文的手 而且要能够背 而且你要能观想 这是介绍四种修行方法 这四个方法 其实他本来是有经文的 但是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没有讲 所以我先告诉你 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好,看科派 好,请回来看 长旁文请开开五十八页 更一常常分三 心一出像号 再给我五分钟 我看到时间 让师父讲到一个段落 今天下午课就到这里 允满 二十佛告 请看五十八页的四堂 二十佛告 弥勒阿世阿阿佛多萨 阿异多 所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若有人曾经听过 释迦牟尼佛受病是 无量无边的长远 你心中能够不怀疑 而生起一面真正的欢喜 相信而了解的话 你的功德是很大很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给佛弟子 一个很大的信心 表示我用功 我还有机会见到佛陀 假如佛陀完全不灭的话 那我们就根本没有希望 见到佛了 虽然我们不信的说 从历史上或朝圣来讲 在映入你现在看得不到 释迦牟尼佛 可是你若然能用功修持 突破时空障碍的话 你还是有机会 见到释迦牟尼佛的 前几天我也讲了 对不对 新加坡约为连友 关纪念佛堂的先生 他就见到佛堡 佛教堂禁当今 他见到释迦牟尼佛 所以能生一念的清净心 相信的理解 心二民功德分恶 仁一总论无量 所得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好那功德无量无边 接下来他要比 好现在看新加坡 跟所有的连友都很喜欢比 现在活动比给你看 请看 第58页第13行 人二 较量格量显桌分二 回一举五度为比较的根本 请看经文 第58页第17行 若有善男者善女人 为了奥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经过有八十万亿 浪犹他企业正常 行五个波罗蜜 布施持戒忍入精进禅定 布施持戒忍入精进禅定 这五度波罗蜜 修多久呢 修八十万亿 那有他结 这么长 每天都修 那你想要功德大不大 大 下个礼拜 Happy Deviling 他们就是修这五个 他们也点灯啊 他们也给共西法神啊 所以你看到印度人的相貌 都是很庄严的 印度人也是全世界很会做生命的 很聪明啊 我印度人也有一点点狡猾啊 因为我们看到印度人是这样的 对不对 华尔地也有五尖诈的 对不对 好 除了最后一句话 除了波罗蜜 因为波罗蜜是最为殊胜的 波罗蜜的功德是顺过一切其他的教堂 假如你确认啊 如果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修这么多的五度波罗蜜 请问他的功德大不大 很大很大 请看 回二 政德信仅功德甚多 以示功德啊 跟前面比啊 比啊 跟千法华经的功德来比啊 百分千分百千万一分不仅一 乃至于算术辟语所不能及 这是印度的数学 就像我们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百千万分之一啊 他的功德都很大 可是比不上比啊 清妙法蜜华经的功德 所以你就知道法华经功德为什么这么大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日年珍珠教育说 礼拜说weekend来念两天功德力很大 因为法的功德力本来就很殊胜 所以我也希望东南亚所有大乘佛教的道场 也能够常常说华语经跟法华经跟博语经 这是功德力很大 接下来再看 若有新山 请翻过来 五十九页 新山名畏行不退 若有善男子三女人有如是的功德 与阿诺罗罗罗三秒三不提 假如会退转的话呢 绝对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 修法华经的人呢 神生世世因为法华经的功德力 然后而不会退转 接下来再看六十页第五行 我讲一个故事 我们今天就领满下课课 请看 基颂我来的讲 我来讲一个故事 看 第六十页第五行 第二十七颂 说佛陀 若赴勤精净 志念常坚固 于无量一劫 一心之谢习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释迦牟尼佛多生多起啊 都是忍入精净 然后呢 昼夜精净 他的心非常的坚固 佛陀其实他在过去空王国 释迦牟尼佛跟梅勒菩萨两个 作为同门师兄弟 老实说 梅勒菩萨的福报比较大 释迦牟尼佛在福德因缘上比较少 可是佛陀他忍入真上 精净真上 所以释迦牟尼佛 比梅勒菩萨先重夺 贤劫 现在已经重夺 上一周才是梅勒菩萨 对 梅勒菩萨呢 因为他很有佛话 笑话很好 他常常都会去 他串了居士家 功德主家 啊来呀来呀 你要送料法莲花经啊 来 你梅勒菩萨回乡给我啊 他就在这样 睡下 梅勒菩萨是这样的 梅勒菩萨都是教人家 圣经回乡给他 可是梅勒菩萨 福德无缘 当然他也存佛 看下面一首记子 有人可能要抄 佛陀生生世世 在尼沃尔卡夫曼陀 有一个佛陀 省身未明的地方 佛陀莫菩萨生生世世 为了一记呢 他都会省身 法是很珍贵的 所以各位拿金本的时候 他很恭敬 虽然老菩萨这里面有英文 你看不懂 但是这是法 佛陀呢 他过去生里面 他为了求一个祭奏 他听的诸行无常是生命法 因为主在祭奏呢 是四个句子 一个祭奏 对不对 就像我们的金刚经 一切有为法 如梦伴后 如露亦如殿 因作如世观 这是一个祭奏 以印度范文四句叫做祭 翻成中文 佛陀听了就非常乱信 可是后面两句他都知道 他就问 谁知道啊 他走遍了三间大件事业 没有人知道这个金色后面 你们可能知道 因为没听过 没关系 现在他知道了一个罗刹伟 罗刹伟是专吃人肉 罗刹伟 他都听说 他在过去无量级无量级 听过一尊佛讲过这个金色 然后他就因为呢 人家的推荐 他说 我应一是菩萨 就经过千里迢迢的 跋山涉水 就找到了这个罗刹伟 他就问了 罗刹伟啊 听说呢 你知道这个祭奏是吗 没错 但是你拿什么来供养我呢 看你讲的圆圆飞飞的 我很久没有吃到人肉了 对不对 那罗刹伟是吃人肉的 因为他不是吃素的 是温食的 他说 你得先供养我 我就念这个祭奏给你 他说 不行不行 你得先念给我听 我假如我现在供养你了 那我待会死掉 我就听不到这个祭奏了 那罗刹伟说 我怎么知道 你不会听了就跑了呢 我说 不会 我是佛罗对弟子 我说了他觉得不打妄语 这样好吧 你前面呢 有座山 我从上面 你现在念给我听 当我听完以后 我就跳下来 死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吃我的身体 这样的话 就瞒我用身体供养鱼 佛刹伟说 真的哦 你不可以骗我 好 他就开始念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鱼 即灭鱼乐 佛罗一听到的时候 他就开悟了 可是他一定答应 他要把身体供养 佛罗刹伟 所以他就从天 那个山上 就这样跳下去 舍舍卫伟 这样子舍 跳下去 所以跳下去 那一刹那之间呢 必是天大半黑广 拿着莲花 把佛罗接手了 然后呢 就丢了一块 尸体动物的尸体 就给佛刹伟说 满你的愿望吧 你还是不会饿死的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你知道吗 婆婆是在那精进的 她为了听一记佛法 可以用尽自己的生命 这一段讲什么呢 规定很重要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诸行就是所有天地之间 山河大地 所有一切的人事物 都是唱那唱那之间 都会变的 是无常的 所以这里的无形 是指流动 或者我们讲行为 广义地说 所有一切人事物的所有东西 都是会变的 这是生灭法 有出生就有死亡 有开始就有结束 所以这是六道轮回的动物 那问题是 我们怎么去出轮回呢 答案在后面 生灭灭底 你有生跟灭 有出生有结束 有男有女 有好有化 把这个相对的概念 把它破了 你就开悟了 生灭灭底 也就灭除了 subject跟object等的 这个相对的概念 极灭为乐 中国里面都用灭灭灭 可是有动词跟名词 待会我会解释 后面讲 即使你的心很宁静 灭是灭除一切的烦恼 那这才是究竟无上的法乐 所以佛陀一听 他就开悟了 了解吗 你才知道 法 法的功德力 法的功德力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再来看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第二个这个灭是指 消失是当名词 出生结束 开始跟结束 开始跟结束 生灭灭灭 生跟灭 第一个有第三句 第三句 注意听 第三句的第一个灭字 生跟灭 是跟第二句是一样的 第二个是灭 第三个字 灭是完全消除的 英文叫eliminate 叫什么 luminate or eliminate eliminate 完全清楚的意思 比如说subject 跟object 完全清除的时候 你的心就清静了 极灭为乐 所以极尽一切 灭除一切的反方 就是究竟无上的法乐 所以佛叫做 究竟极灭为乐 然后呢 这句话就用在 或什么地方呢 封观说法 就用这是个祭祀 出家人 不是往生吗 要拿个和尚吗 拿个铁锤 对不对 封观说法 敲四个脚 就是念这个几字 朱形无常是身面法 朱形无常 动 棺材不是有四个脚吗 各位 你们看过棺材吗 对不起 我常常跟新加坡 有看过风吗 有看过棺材吗 棺材啊 我们出兵的时候 不是有四个脚吗 因此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他会拿个铁锤 上面绑一个红的线 然后为出家人 叫封观说法 一般就是念这个祭祀 朱形无常 懂 世身面法 懂 身面面语 懂 即一面娱乐 懂 封观就这样 然后火化的时候 也会唱这个祭祀 唱完以后就很像 所以事实上就是 这个祭祀 是在家出家都可以用 但是后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对于出家师父是说 他这一生来投胎转世 弘扬头发利益众生 希望他即一灭为乐 了解吗 好 下午讲课就讲到这里 请合掌 请合掌念回向文 我看你们已经是发喜 充满太快乐了 终于找到自己 要往生的时候的一个敬送 对不对 好 请看第六十页 最底下 《佛词、补贤、书圣集》 念的时候 请很虔诚 虽然它很短 代表能从下午 看短片 一直听闻口法 回答问题 愿所有的功德 就像光一样 片满无量的世界 愿一切众生都存活 用这样轻轻的心来念 请合掌 一起念 我慈徒学书正行 无焉圣徒学为向 补愿成立书众生 恕往无量光火上 好 下午的讲经就先讲到这里 晚上会愁 从六十二页 第二十堂 堂堂文继续开始讲 好 我会讲到六十二页到六十三页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还没有讲完 先今天下午的课程到这里 到罐落 我会会拍摄 我会拍摄 小三项 我会拍摄 一张 我会拍摄